那么刘天东走的是补个式 补这个式给我们感觉好像是好像也没什么 像补后 那么恰恰是这步棋导致这个形式非常的被动 给红鸡一点 那么点完这个鞠之后 等于是黑棋这个鞠过不来 这炮也没法摆在这个地方攻击这个位置 那么变成的形式可以说红鸡已经胜利在望了 那么这个补式如果改为炮九退二又会怎么样呢 走成炮九退二 那么如果你同样进鞠 那么这鞠就可以过来了 鞠二瓶器 可以说这个补部支插 补式的鞠过不来 退完炮之后的鞠可以过来 看你交不交换 如果你炮一走 它这里还可以考虑退炮的棋 那么这样子 作为红鸡也说就不好说了 同样 如果你先得一个像 先塞一个像 它吃 再吃 那么走到这里 它补个四 那么补个四恰到好处 如果一吃兵 它正在鞠七尽要保住 这有个炮九瓶六个七 所以说这时候 黑七如果这样走的话 黑七不单止不怕 还有机会 广德的公式 那么这样退炮 一桌 那么这时候 红鸡也不好 掌控制的局面 如果再平炮 它可以考虑再做 那么这炮 其实可以退 当时在实战当中 流淡中 总是捕食 捕食之后 一进 一进完之后 好像感觉上 黑七还有过河兵 但是这形式 其实已经不行了 一进完去之后 它再打 这样打兵 可以说 浸泡 又打电兵 感觉上 从这个物资来说 黑七也不差 当时 作为企业当初 讲究这个位置的 打完兵之后 对红鸡也没有 真正严重的威胁 而这时候 如果红鸡是平板的话 那么流淡中 还有想下个事 准备过局 它可能是考虑的是这一些 但是没有想到 又还有更严厉的手段 推炮 炮三退一 可以说这炮 正好发挥了它的作用 那退了炮之后 准备下手 吃炮 一进 那么走到这里 给人的感觉 好像流淡中 鞠 马炮 竹 和这炮 好像 也 有一定的攻势 问题是 这时候 我们要看它 真正的位置 那么这时候 红鸡是 两个具 守着 要到 然后这打通中路之后 马上又形成沙棋 所以说 走到这时候 这红鸡已经胜利在望了 那么给我们感觉 是好像吃兵很厉害 吃兵之后 现在走在吃边兵 平中炮 好像吃兵很不错 但是 从余悠华的考虑当中 它走很快 它走的是居室静医 那么我们 从这里可以看出 特级大叔就是不一样 吃兵都可以 它走的去 是尽于是更凶 更有大局观 等于是我下一手 炮打进 马上就要杀齐了 如果吃兵的话 也是先得实力 问题是这时候还没有吹杀 所以说 一旦给这些顶尖的高手 出现攻击的机会 余悠华走的其实是很硬的 居室静医 下手就炮打中兵 那么刘建东兵武静医 这也是很无奈的走法 他看着形势 不走也要走 炮打边兵杀鸡 那么走到这里 作为我们欺民爱好者 对现起有一定了解的话 也感觉到 红旗这时候是明显优势的 最稳的办法是对狙 那么对完狙之后 一次他杀通这里 狙炮兵已经形成了 很大的攻势 那么作为 余悠华顶尖高手 他还对狙 他都不肯 他走是退狙 那么退狙的更凶 下一步平炮是沙奇 那么这时候我们都在看 退狙到底退哪里 其实退这里也可以 退完狙之后是作炮 这样子 那么同样下手 拼中炮是沙奇 那么退完狙之后 看着又吃兵 又拼中炮 流电中也是 三步圣房 他也考虑到 如果给他狙吃过来 这个马也不好处理 他走的是 狙二拼三 拼中炮的话 他这里有个退狙 他的意图是这样子 但是余悠华 得势不饶人 他走的是 狙六拼八 可以说狙六拼八 把流电中后路也截断了 平温鞠之后 他退炮 他能退炮之后 如果这时候平炮 又是沙奇 而且他这时候不能停炮 他这里可以鞠白吃 这里是沙奇 那么现在出降也是没办法的 可以说走到这里 我们就只能看 余华如何表扬了 那么出降之后 如果平鞠 他这里还可以对鞠 那么 一下子还没有输旗 当余悠华 尽管这样对鞠也是迎旗 他走得更凶 他走的是兵武进一 兵武进一 很明显 下一手是吃炮 因为这个鞠 随时都可以对 所以说 这高手等于是食指不及吃 也是反映出这个 对这个陷阱级理论的 非常高的理解 那平中炮 当然平中炮 是希望优法 兵吃过去 大概对掉 这样子 尽管也是下风 当鞜笔之下 配起来可以继续的 完全的抵抗 但是我们看到实战 总的是什么 鞠八平六 对鞠 那么走到这里 如果这样对完鞠 再吃兵 也可以说 这棋也是不影响 胜局 当然义悠华的风格 走得更凶 他又吃一个 先手吃兵 那么吃完之后 如果这个鞠 随便抬的话 不管你抬哪里 他这里一鞠吃过来 又吃马 又杀其 可以说 吃兵 也是非常的有效 如果你再平鞠 那么他现在最简单 再对掉 等于是白赚了多一个兵 可以说 这吃兵也是恰到好处 那流量中一看没办法 鞠四进五 那么鞠四进五之后 现在不还有一个瓶炮 那他一吃 这里杀其 这里吃马 他没办法 只能对居 当然这时候 对掉就也是阴气 但是我们看 然后又或者怎样处理这种对居的机会 他走出 G9平6 过来 G6平7 可以说 这两手棋 也让我们看到 这特大 这种 有机会出现攻击的形式下 走得非常的 厉害 听完句之后 准备进底杀其 那么只能吃 再吃 坐过来 再吃 那么走到这里 大家都看到了 这里 G炮 两个兵 对两个炮 那么这时候 如果大家都对 线旗有一定了解的话 估计也能 顺利的把这盘旗 拿下来 那么这时候 约华尽管走了好几步 但最后也不得不 含笑认输 因为这 子力太玄石了 那么这番旗 流电中 都输在哪里 我们再来回顾到 中期这时候 有几个关键呢 怎样处理 给大家摆 再摆一摆 那么这时候 会由五八炮 对平马形成这形式 可以说流电中 G八进四 也是 不能说到 这不去不好 那么他打完之后 这形式 尽管这形式 还不好说 但是走到这里 越花了心理由底 我们看流电中 之前和循玄川 有个变化 走着逐旗禁一 可以说 这个旗禁入中局 变坏很多 那对平之后一吃 现在吃 局一进一 他在马七进六 那么这个旗 是流电中 直后手 在南北对抗赛当中 和循玄川走了 问题这样走 结果是输给循玄川 循玄川 马上进四 那么所以说 这旗子非常复杂 那流电中通过思考 因为在南北对抗赛当中 余悦华也有参加 他也会准备到 流电中会走这局面 所以说流电中通过思考 他临时就改变了策略 走着聚八进四 那么一打 那么打完之后 这时候除了马三进四之外 比较老实的就泡二平一 那么泡二平一之后 如果一吃 马三退二 聚一进一 如果这时候走聚一平二的话 那么一对掉之后再马吃 这泡打个边兵 尽管红旗也是好一点点 但是红旗要取得胜利日 可以说没有什么机会 那么如果走聚一进一 那马二进三 聚一平八 准备进居 那马三进四 那马三进四之后 换气的这边兵 如果红旗泡三瓶酒 那马四退三 那么走到这里 尽管红旗是多一个兵的 有力的姿势 但是他这个马 一下子跑到这边来 也对红旗造成一定的牵制 而且这炮 本来是压着马的 他跑到 打完边兵之后 等于这黑旗挺活跃 以后还可以考虑炮酒退一 过来这边掩护 打得下 可以说这旗 黑旗也是可以接受的 问题 这时候对居 刚才也说了 这对居 这对居 问题的居已经过河了 如果在这边对居的话 可以逼对 他这有个居八平七的旗 所以这个变化又多起来了 如果居二进二 那么这样子感觉也不错 下一手来一个退炮打 当时这时候 一国还可以考虑居一进二 那么这样子 他下手再对居 可以说 这形势变化还是很多 当时一国还先得了一个三鹿兵 在对到这个居之后 这兵随时就可以过河 可以说流电中 对这个形势也是 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理解 所以他考虑了半天 就走着马三进士 当然说马三进士 在这灵场当中走 也并不是说他不好 他走着马三进士 开高居 开过冰 一退 一吃 马三进士 一跳 一吃 可以说这中间的几步交换 已经是双方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居二平板显示了 约华的这大居观的理解 那么走着这时候 已经进入了中局 那么这时候就特别的考验 这骑手的定力 和对于这个中局的理解 也是体现一个骑手的水平的体现 因为在布局当中 我们竟然可以有骑谱 按着骑谱走 那么走到这里就没有骑谱了 那么走到这里 留电动吃马 这步骑就值得以怀疑 因为这个马 反正他不吃这个马 也要退回来的 应该先考虑处理这个马 建议走马七进六 那么这个形式不同了 马七进六之后 当然这时候跟马七进九 也是一种选择 下车可以吃冰再吃马 好像马七进九 空气有个泡舞平山 那么这样再回去 这棋也可以下 反正也比这吃马要好 如果马七进六的话 那么这个形式更显得黑七 很很稳健 下手你如果走马 那么这里可以随时吃掉 这里可以随时回来 那么变成 这个形式尽管是 红七有两个居 当然黑七有这个郭尔兵控制这个马 可能这样先比之下 黑七还要比红七好下 那么来零食 他走着吃马 给他一打 可以说这比赛是一步之差 这形式马上就逆转了 一打马之后 他也只能跳马 再打 马六进四 居平六 那么走着这时候 对黑七也说也是 一步很关键的问题 看黑七怎么处理 他走的是马四进三 可以说马四进三也是 一步步进入 这期 加快这期的恶化 如果这时候走 POWER瓶式或者马四退伤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马四退伤也一个可行的 如果进居 还有个G2瓶伤 这形式可能会少 兵的差一点 但是这形式可以走 还有一个考虑的POWER瓶式 再打 五个式 那么这个形式 他要打过来 尽管红旗有G炮 黑旗也 双炮马 但是黑旗这里有个 边两个兵 而且这个马 随时马四退伤 还有个手 这个兵的炮 又可以打过来 流的炮退回来 那么 如果这样走的话 我们感觉 流电中作为黑旗 也是一点都不弱 那么流电中 这里判断失误之后 再走马四进三 可以说 那么走马四进三之后 给他补个式 那么感觉上这个 在终局的这种交换当中 那么黑旗 感觉上这个纸 选择余地就少了很多 这里G炮不能动 这炮不能打边兵 那么他只能走这个 炮二平一 他一过来 G二进一 G炮平四 G炮平四 准备吃底式 这时候我也在旁边看了 流电中思考了 大约有两分钟 他补这个式 其实通过这盘旗的副旁 补这个式 才是最后致命的败招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如果退炮的会怎么样 退炮 进居 G二平七 可以说这两招是没变化了 那么G二平七 如果红旗吃炮 他也在吃 下一步还可以吃冰 当然这冰不能给黑旗吃 那么如果上个边线 那么这个G还可以平开 尽管红旗是多冰 但是黑旗这里 有个马兵在那里掩护 那么这旗红旗要赢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如果优化 如果不吃泡 刚才也说 如果打多一个像 他一吃 再吃 他正常补个式 如果你不吃冰 他一个G杀冰过来 再泡酒瓶的仿机 这旗 如果这样走 优化反而不好 那么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G二平七 吃二泡一吃 这形式又不好赢 如果打线之后 他继续退 这四右一补 还多个泡酒瓶 又反击的机会 那么走泡三平 瓶二又会怎么样 泡三瓶二 下楼进底泡 这里吃的泡 那么他泡了退二 进底泡 杀其 这样走 那么流电中也没办法了 泡个平六 叫杀 G四平六 如果补个式的话 这G不能动 那么G四平六 G四平六要杀底四 如果补个式 他又继续G六平八 好像这个式也不好处理 使得要给他吃 当时走到这时候 如果黑旗 这个式不管 走这个又会怎么样 泡酒进二 当然这时候不能进居 不能沙冰 沙冰到一沙四 推泡 这也是凉沙 这个泡一走他进居 但是这次如果浸泡 他一吃 他要坐上来 那么这时候 这G正脑不能吃 他泡又走着 轮到 红旗走 他这里还要泡酒 平六 平六反发 那么这时候 也只有推泡了 泡二推二 那么推完泡之后 这时候很奇怪 那么黑旗的G也不能动 如果这样动 他一浸泡又杀其 那么他推泡之后 如果他也退 又会怎么样呢 这形式可以说 就看不清了 所以这部旗 去推泡 当然这时候如果 哪怕是给 红旗走 红旗也不敢 G吃事 他这里有推泡 打死G 有这个旗 这旗不能跑 这炮一走 所以说 所以说他这时候 黑旗 还可以走G7平8 先把这个炮看住 那么G7平8之后 如果你万一出事 他有个退底炮 可以说 这个旗 作为UY 所以不好控制 所以我们通过这盘旗 有没有 我们能 知道结果之后 我们还看到 这个旗的 终局的变化也很多 那么这盘旗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